陛下 张侍郎与福大小姐约好 今日在竹林相见 还准备了一把琴 朕不是让你给张永耀安排事务吗 奴才昨天已经安排下去了 已经这么忙了 还有心思思毁 陛下 奴才遣人去拦住张侍郎 背马车 朕要出宫 是 张侍郎 张侍郎 户部胡大人来独孤院收入院 企儿的策子 发现一名企儿的身份 与登记的不符 怀疑他是彭泽的奸行 请大人过去看看 今日独孤院是黄郎中当职 你们可有去找过他呀 已经找过了 但是黄郎中说 给那名企儿做登记的是大人你 所以才明属下先来寻大人 大人快过去吧 胡大人等着你呢 那你去城外幽黄里 替我给福家大小姐道歉 这说 今日事发突然 不能赴约 改日 定亲自上门赔罪 是 小姐 有人弹琴 小姐 这人弹的曲子怎么听起来 有些奇怪啊 是有些奇怪 此曲名为游园 是一对好友游山玩水时所作 弹奏起来 应该是有一种笑傲烟云 醉香憨美的感觉 可此人的琴声中 似乎藏着一丝怒气 这便是你听起来觉得奇怪的原因 奴婢说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看来这弹琴之人记忆不佳啊 竟然连原本曲子的意境都没搞清楚 是啊 琴音往往能表达一个人的心境 而此人现在心中有怒 确实不应该弹这种舒朗的曲子 小 宵剑 是陛下 怎么样 刚才朕弹奏的曲子 喜欢吗 此琴原曲 应是时而弹道潇洒 时而悠扬跌倒 正是应了变化万千 悠然自得之意 可是陛下方才所弹 情绪中 有些许浮躁之意 似乎没有弹奏出 此曲想要表达的意境 如此 看来朕很难找到指引 陛下万不可妄自菲薄 陛下方才所谈 潇洒自如 兼有鹦鹉之气 微而不怒 寻常情理 怎能评价陛下这开天阔地之音 朕也这么以为 不知陛下今日 为何有如此雅兴 跑到这里弹琴 朕听说张永耀裁决天下 常来此处练琴 朕便想领教一耳 难道福大小姐 跟朕是一样的心思 张侍郎为何迟迟未知 张侍郎今日不会来了 陛下说是吗 张侍郎来不来 朕又怎么会知道呢 我今日约张侍郎前来 是想和张侍郎商量 解除先母定下的荒唐婚约 不过现在看来 似乎是办不成了 虽说没能解除婚约 有些遗憾 不过能在这儿见到陛下 预展很是欢喜 毕竟能和张侍郎说明白的机会常有 在父亲的监视下 能见到陛下的机会 却少之又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